今天我要去上海 一大早到高铁站 在小凯的住室下 塑了一碗麻辣牛肉粉 满嘴咸咸辣辣的 发现隔壁居然有一盒西瓜 主人还睡着了 我有了一个邪恶的想法 还是喝水吧 现在是晚上6点半了 我从早上9点吃了一碗米粉 到现在都没吃东西 刚刚总算把事情做完了 我现在要出去找吃的 上海的夜晚凉风兮兮的 好惬意呀 嗯 翻了一下网友的推荐 决定去吃大汤包 在这里 特色大汤包 传说一只大包里有三只大闸蟹 看看 一大勺 两大勺 看样子还不止 三大勺 这还能塞啊 哦 还在压 四大勺 还真的包进去了 嗯 被发现了 这包子已经有七八厘米高了 我都能感受到重量 刚回到座位上 蟹粉拌面就来了 黄灯灯的蟹粉就像棉被一样 把面条捂得严严实实 赶紧拌一拌啊 让每根面条都裹上蟹黄和蟹肉 别吃那么大口 闻呀一个 好鲜啊 蟹粉很浓稠 面条很弹牙 一小口下去 有一股温暖的气息贯穿全身 这就是治愈的味道吧 黄鱼小混沌 看起来个头也不小啊 还有一条颜值不高的小黄鱼 先试试混沌 口感非常清淡 但并不乏味 而是突出了肉质的新鲜滑嫩 汤头鲜骨中带着清新的酸 是柠檬 它加了柠檬 鱼是肉眼可见的白茎 筷子一夹肉就下来了 就一个字 超级嫩 这时候大汤包带着天路人的头套 就上桌了 小心翼翼地摘下来 感受到了吗 12厘米的直径 比我的脸还大 透过比纸还薄的皮 可以清楚地看到底部沉淀的汤汁 你看着弹性 什么叫水灵 什么叫吹弹可破 这短短的质感 也只有我的肚子可以移占了 这么可爱的大包子 让人怎么忍心把它戳开啊 呜 你看 外皮果然又薄又黏 轻轻一戳 汤汁立马就泛滥了 蟹肉和蟹黄带着香味绕场一周 我的馄饨要被勾走 这复杂的味道 除了蟹粉的鲜 还有一股明显的油花感 这就是老母鸡熬的高汤啊 吸饱汤汁之后 包子明显扁了一圈 是时候开吃了 啊 松软甜美 油香四溢 沉淀淀的蟹黄 散发着燎人的仙气 甘甜的蟹肉像棉花丝一样轻盈 这蟹一定是在山清水秀的环境中 群居长大的 我能感受到它们的自由和喜悦 不过吃它可真是个技术活 要如何一口下去 既能吃着皮又能咬到肉 真是难道我了 好想一大口全部塞进嘴里 还点了一笼蟹膏小笼包 皮太厚了 不推荐 还是黄鱼小馄饨好吃 早上还在长沙吃咸咸的米粉 晚上就在上海吃到了鲜鲜的蟹粉包 带着一身蟹味满足地离开 才想到现在还不是螃蟹最肥美的时候 再等等 下个月我还要再来的 下个月我还要再来的 下个月我还要再来的